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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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第四題 三角形ABC中角A等於30度 BC線段長等於2 AC線段長等於2更號3 球角B等於多少 要題目是呢 首先我們在座標平面上 就來做一個三角形ABC的示意圖 那麼題目說呢 角A指的是這個角度呢是30度 BC的線段長度 指的是這個線段長度呢是2 AC線段長度 這裡呢是2更號3 那麼要來求呢 角B那就是這個角度 的度數是多少 所以呢根據題目給我們這些條件 我們就利用呢正選定理來求出呢 角B的角度度數 所謂的正選定理 那麼就是呢BC線段長度 去除以呢它的對角角A的正選值 那麼就會等於呢 AC的線段長度 那麼去除以呢 它的對角角B的正選值 意思也就是說呢 我們就利用BC線段長度 那麼去除以對角就是 sinA 所以呢就會等於 那麼對邊呢是AC 去除以呢 B的正選組sinB 那麼這個呢就是正選定理 所以呢BC的線段長度 提目給我們是2 去除以呢 sinA 那麼A呢是30度 所以sinA呢 直接我們在這裡呢 就寫2分之1 那麼就會等於呢 AC的線段長度 是2更號3 去除以呢 sinB 那麼這個角B呢 是我們要計算的 啊所以呢 我們就來化解 那麼化解的同時呢 我們就把這個2 跟這個2呢 事先 我們可以把它來約分 那麼因此我們就得到呢 利用交叉相乘 所以呢 sinB乘上1 就等於呢 sinB 就等於呢 2分之1乘以更號3 我們得到呢 是2分之更號3 那麼2分之更號3 這個值呢 大於0 那麼就是表示呢 角B可能呢 在第一向線 那麼或者呢 是第二向線 那麼角B呢 如果是在第一向線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呢 角B的度數 那麼就等於呢 是60度 那麼角B60度 角A30度 所以呢我們間接的也來計算出呢 角C的度數 180 扣掉60 扣掉30 啊這裡呢 我們就得到是90度 啊所以呢 是合理 角B呢 如果是在第二向線 那麼因此我們知道角B的度數 那麼就是等於呢 120度 我們來計算呢 角C的度數是不是合理 120度加30度 是150度 所以角C呢 是等於30度 那麼也是合理的 所以呢 題目要來求角B的度數 我們計算結果呢 角B有兩個度數 在第一向線的時候呢 角B是60度 在第二向線的時候呢 角B是120度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印象情報道 0 2 3